LALA 對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有檢查過 我是 就是比較不容易懷孕 然後所以我先有後婚的時候 我是因為真的很愛這個小孩 才生下他 可是我有試探心去問我媽媽說 媽媽 如果我懷孕了 妳會不會讓我生小孩 媽媽就說當然不會啊 妳才二十五 六歲 妳還有大好的未來 結果他這麼一講我嚇死了 我就把我的唇款就是 帶走 然後我就去日本遊學 對 我就邊念書 然後邊打工 然後 跟我當時的前夫一起生活 因為我要把這孩子留下來 然後一直到這個小孩 七個月的時候 我才打電話回家說 媽媽 其實我已經懷孕了 而且我也跟我前夫公正結婚 然後請妳放心 我現在過得很好 然後他就說 妳為什麼現在才告訴我 我說因為七個月告訴妳 對 可是因為我媽媽 對我當時的前夫 也沒有很認識 他就說 妳這樣子隨隨便便嫁了 媽媽會擔心 還是說 妳就不要結婚 媽媽可以就是幫妳照顧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我自己為自己負責任 因為我是很愛這個小孩 雖然後面我當了單親媽媽 然後到現在我也覺得 還滿值得的 因為我現在小孩很大 然後生活也過得很好 可是我覺得這是我的生命 如果我真的是有三胎 三胞胎的話 我覺得很酷耶 我也是這樣一笑 我覺得超酷的 三個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我好好栽培他 我可以辛苦一點 我覺得我三個 我都捨不得拿掉任何一個 可是妳有個風險 在生產期間 有可能會失敗幾個 有可能 那妳不是生會更難過嗎 因為這個風險 是沒有辦法評估的 我只能靠我自己努力 盡量的去把這三個保住 如果真的是 老天爺讓我流失一個 那也是我的命 可是我有努力過啦 至少媽媽有試過 對 我有努力過 我沒有任意的 拿掉一個生命掉 我的話 我三個都會留下來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 白河 這樣吧 拿掉白河 不是 因為就是我們家裡面就有 我姐姐他們就有發生過 類似的案例 他不是做人工 他是自然懷孕 但他那時候 因為你懷了三個 你不確定是不是三個 都能跟你一直到生出來 因為像我姐姐 他就是他那時候 懷了雙胞胎 他很高興的告訴我們所有人 然後我們也很為他開心 他是到後來 他去檢查的時候 因為小朋友好像四個月 還幾個月才可以看到 我忘了多久 可以看到心跳 去測心跳才發現 一個有心跳 一個沒有心跳 對 那 那也沒有做任何的手術什麼 那因為那時候醫生是說 他會自己被吸收掉 所以就是 後來的產檢就是一個越來越大 一個越來越小 對 那你說三個 三個真的可以跟你一直到出生嗎 我覺得不一定吧 其實圈內大家都知道 淡如姐之前懷雙胞胎 對 那她那時候懷孕的時候也是 已經是高齡產婦 是 那時候就是這樣啊 就發現有一胎 就像剛才小曼講的 就一個有存活著 另外一個就自然而然就被淘汰掉 然後就越來越 可是那個 心裡是很煎熬的 因為你看著你的肚子 有一邊是活的生命 然後另外一邊是你可能無法 你很無助那種心情 對 沒錯 然後就要一路要一直 也不能先迎產 他就是一路要到 後來把健康的寶寶生出來之後 再把另外一個迎產出來 現在是滿折磨的 對 所以當然順利的話 你就生下三個 是 可是在懷胎過程當中 這七八個月裡面 可能會有變化 因為有很多媽媽去做產檢 七八個月之後 對 你知道嗎 那媽媽還是不死心啊 一直到最後生下來 她就是 就是已經死亡了 所以媽媽很辛苦的 非常辛苦 真的 至於大家有投要減產的話 像Mora妳 我覺得要減是因為 像我自己是生兩個嘛 你要考慮到 我們現在不是講 懷孕的過程辛苦 跟可能有風險之外 就是真的生下來 像剛剛說的 經濟考量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你是在 大台北地區 你懷三個 然後你把它生下來 你那個教育費用 你要存多少錢 然後還有就是 像媽媽 如果是堅持要輕微的 像我是堅持要輕微的那一種 如果你同時來三個 請問另外一個是要讓她 妳講得很遠 不是 這真的是很實際的 這很實際 因為她如果三個同時哭 你知道雙胞胎是有心電感應的 你三個一起哭 那你只能選兩個來胃 那一個要幹嘛 她就餓肚子嘛 先拿爸爸借用嘛 不是 這樣子 這樣子永遠 對 就這樣你要永遠一直記得說 這個還沒吃 下一餐可能是那個還沒吃 那你這樣會搞得 自己心理壓力也很大吧 就是你生出來之後 你只有兩隻手 你只能抱兩個小孩 如果萬一你先生要在外面工作 你一個人全職在帶這三個小孩 我跟你講媽媽絕對是 真的會憂鬱症 而且她一定會很後悔 當初自己一口氣 就是把三個都生下來 我跟你講真的 如果沒有就是家裡人 娘家或是可能國家幫忙的話 她一個人帶三個絕對瘋掉 絕對瘋掉 對啊